霹雳小组连续敲了好几下 里面的嫌犯拒绝配合 一名女子突然打开门 专案人员冲进去 要求所有人统统不转动 但似乎还有人在状况外 今年5月台北市疫警聚餐的双 被警察局长都到场 没有想到遇到破章案 警方追查居然也跟这伙人有关联 竹林邦预言会副会长史信主席 明明去年犯案才被抓 当时遭到羁押 直到今年5月因为疫情关系 回复自由 不过马上又找帮派成员 赚非法收入 不仅找成员半成美女交友诈欺 还骗被害人有好康投资网 短短5个月诈裁将近4000万 警方一举逮捕14人 更发现破章案的嫌犯 就是底下小弟 他出付清裁有20多个人受害 财损有上千万元 险见该犯罪组织 所在最前面的就是 史信主贤被警方紧紧压着 如此狼狈模样 对比平常出门 还要小弟开四辆车 紧跟在旁以展示能力 这回诈欺恋财又被抓 想要再获自由恐怕很难 TVV新闻总部老 请支持TVV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